在亞洲地區最配合美國抗中的 就是澳洲跟日本 我們先來看到澳洲各界 最近紀念澳紐美的安全條約 簽署70週年 而且反思一味如果追隨美國的代價 來看到還是有部分的人士 持續來炒作中國威脅論 為這個條約的存在尋找合理性 澳洲的前總統霍華德 就是依據這個條約 讓澳洲軍隊去追隨美國加入了阿富汗戰爭 到最近不是才撤離嗎 事實上澳洲因為這項條約 參與了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發生的所有戰爭 但是來看到前幾天 霍華德在參加關於澳紐美安全條約的紀念活動時 被要求你要反思澳洲跟美國目前面臨的挑戰 他指出大陸變得好戰 而且具有侵略性 還強調呢毫無疑問呢 澳洲目前挑戰最大的外交挑戰就是大陸 而澳洲的駐美大使 斯諾蒂諾斯 他也說 大陸的威脅要比當年的911恐怖攻擊還要來的大 隨著呢 美軍撤離阿富汗重心轉往印太地區 澳美兩國的戰略聯盟將會變得更加的強大 對抗來自大陸的恐懼 說到跟美國抗中不只是澳洲還有日本 但是呢日本首相菅義偉說自己希望專心在防疫上來進行相關的對策 因此他不會參選的是總裁的選舉 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晉三就說 菅義偉曾經在電話裡跟他透露過將要棄選的意象 對此呢感覺到他說非常的遺憾 但是呢他的這個決定是為了自民黨 進而為了日本著想 但是讓美國很尷尬 產經新聞就指出來說 美國政府好擔心啊 日本呢難以選出能夠長期執政的有力領導 讓呢他們會再度陷入 比如說前總統克林頓啊 以及呢歐巴馬都曾經經歷過的 日本首相年年換的殘劇 他們擔心說這個抗中力道 沒有辦法一直延續嗎 三號上午日本政壇拋出震撼彈 首相菅義偉不完了 菅義偉閃電宣布不參加29號的黨魁選舉 他表示無法兼顧防疫工作和選舉活動 所以乾脆不選了 正行頭提前遞出首相辭辰 日本首相又要換人做了 菅義偉上任時支持率一度 突破六成如今疫情下還硬要辦奧運 成為壓倒他的最後一根稻草 一號全日本累計確診突破一百五十萬大關 當中的一百萬人全在近五個月出現 也就是在菅義偉任內 政府還要全國十一萬多名確診者 在家療養形同等死 防疫不力導致民怨四起讓他支持率跌到三成 最後保不住首相大位 接班人虎視眈眈 包括前外務大臣岸田文雄 還有前總務大臣高序早苗都以表態參選 另外疫苗擔當大臣河野太郎 因人氣超高而備受矚目 就在菅義偉表明不參加黨魁選舉之後 日經指數毫不留情大漲兩百五十點 看來不止民眾不停 投資人也期盼換個手相換個腦袋 讓防疫和生活環境都趕快好轉 記者綜合報導 美國撤軍阿富汗重創了美國自己的領導衛信 但是日澳還是跟著美國抗中 但是不少的美國盟友 對於美國的滿意度一直在批評當中 因為美國總統拜登 堅持讓美軍全面的撤出阿富汗 讓歐盟這些盟邦有不少的意見 例如來看到英國的國防大臣華勒斯 他最近就批評說 美國已經不再是超級強權 華勒斯在接受雜誌採訪時被問到 離開阿富汗是否顯示出 英國在世界舞台的權力侷限 他承認英國明顯不是一個超級強權 但隨即話風一轉 就說一個不準備堅持做某些事情的超級強權 也可能不是一個真正的超級強權 這就是一個他只是一個什麼呢 只是一個大型的強權而已 而不是全球的力量 這段話就被解讀啊 很明顯就是針對美國在做的批評 從阿富汗就看到呢 中美的情勢是此消彼長 塔利班發言人穆賈希德呢 接受義大利共和報採訪時的時候就說 大陸是塔利班最重要的夥伴 因為呢中國大陸已經準備投資重建阿富汗 同時呢塔利班也高度的重視大陸的一帶一路計畫 對,對,對中間是有三種的重視大陸 有三種重視大陸的下部 在三種重視大陸是否有大力 一般,兩者沒有重視大陸 而可以通常人造成維持大陸 而是否有關於一旦 對中間則不斷倒在一旦 一旦都是三種重視大陸 而是三種重視大陸 或是三種重視大陸 以往舔有關上的重視大陸 美國被說國力衰弱 大陸則是積極進行體制的改革 我們來看到9月2號晚上 被說是核報等級的訊息出爐了 因為這會牽動什麼 全世界的金融市場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他是在2021年的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 全球服務貿易峰會上 他發表了視頻講話 全文只有五百多字 但是分量非常的重 習近平說我們將會繼續支持 中小企業的創新發展 中小企業是很重要的 待會會好好分析 因為他發展是中小企業 讓大家都有錢 大家都能夠富裕 中小企業的創新發展 深化新三版的改革 設立北京證券交易所 打造服務創新型的中小企業主政地 幫助中小企業 這跟之前大陸一直說的 共同富裕是有聯動的關係 今天我們好好來解析 習近平強調大陸願意跟一方 各方堅持開放合作 互利共贏 以及共享服務貿易發展機遇 共促世界的經濟復甦以及增長 我們將會提高開放的水平 在全國推進實施 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 探索建設 國家服務貿易 創新發展釋放區 而且還要擴大合作的空間 加大對於 共建一帶一路 國家服務業的發展支持 而且跟世界共享呢 中國大陸技術發展的成果 將要加強服務領域的規則建設 支持北京等地啊 開展了國際高水準的 自由貿易協定的規範 對接來進行先試行 打造數字貿易的示範區 我們將會繼續支持 中小企業創新的發展 深化新三板改革 設立北京證券交易所 服務貿易是國際貿易的 重要組成部分 和國際經貿合作的 重要領域 我們將加強服務領域規則建設 支持北京等地 開展國際高水平 自由貿易協定規則 對接先行先試 打造數字貿易示範區 我們將繼續支持 中小企業創新發展 深化新三板改革 設立北京證券交易所 打造 服務創新型中小企業 主陣地 好沒錯 習近平主席宣布設立北京證券交易所 立即成為國際各大媒體關注的焦點 因為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界定 所謂的國際貿易 所謂的國際貿易包括了食物的貿易 以及服務的貿易 這兩種 那服務貿易包括什麼呢 像是商業 通信 建築工程 金融 旅遊 運輸 健康等12個領域 所以 服務貿易 現在已經成為國際經貿領域當中 最活躍的新的引擎 那北京設立的證券交易所 才會震撼全世界的金融市場 來看到紐約時報 這些美國主流媒體是怎麼說的呢 報導說這代表了 眾多企業的美國商業界組織 決定要跟白宮來抗爭 他們紛紛呼籲 白宮要降低對於大陸的關稅 以及有一些清楚的對台貿易的政策 他們也想賺 看到中國大陸要發展這一塊 而且大陸現在是越來越大的開放步伐 跟廣闊的市場的前景 深深吸引著全世界的投資者 美國企業也因此對於拜登政府 限制中美貿易的做法 越來越不滿了 尤其美國的企業以及商業界 開始用自己的方式來進行什麼 反華勢力來跟他戰鬥 那紐約時報特別說 拜登政府已經執政7個多月了 但是到現在還沒有發出任何 重啟對華貿易談判的信號 隨著時間一直流逝 美國的企業很著急也很擔心 他的耐心也在逐漸消失當中 美國商業界不是有呼籲白宮 降低了中國商品的關稅嗎 並且出台清晰的對華貿易政策 不久前大家還記得嗎 代表半導體啦 零售業這些領域的 30多家的美國商會呢 就譬如說跟美國的貿易代表戴琪 以及美國的財政部長葉倫 發出了聲明信嘛 敦促拜登政府趕快撤銷大陸的商品 額外加增的關稅 呼籲呢重啟跟大陸呢 在經濟領域的對接 英特爾的首席執行長呢 格爾辛格他甚至還憤怒的說 那些美國政客們啊 讓我們對大陸採取強硬的態度 這不是一個政策 而是競選的口號 他說呢現在是時候 跟大陸建立真正的貿易關係了 美國呢全國廣播公司商業頻道 CNBC他訪問了 美國前商務部的副部長 叫做雷文凱 他說呢 美國對於大陸商品 課徵了高關稅 傷害了美國的企業跟消費者 明智的做法 就是該取消這些關稅吧 美國正式新聞網來看到 他們認為說 美國企業正在跟反華勢力 進行艱難的戰鬥 由於擔心國會秋季 可能會出一些一系列的 限制中美貿易的法律 美國眾多企業都在批評呢 還有反擊國會 跟拜登的反華策略 可以看得出來 北交所吸引了非常多外資 美國擔心自己賺不到錢 現在也開始呢 對拜登來施壓了 前美國的高級貿易代表 兼世貿組織官員 現任的美國對外貿易委員會的主席 叫做耶克薩 他其實呢也說 大陸啊有一個巨大的消費市場 大多數的美國公司呢 不只把大陸作為出口的平台 而且呢 已經融入了大陸的經濟 美國有線電視新網 CNN呢認為 重量級的全球投資公司 目前啊還是認為 對華的投資是大好時機 近年來呢大陸政府 對一些行業呢 進行全面的整頓 導致啊在海外的一些上市公司的大陸公司呢 中概股啊 都一直怎麼樣 下跌了3兆美元 但是呢 很多的企業投資商是怎麼看的呢 比如說貝萊德拉 富達跟高盛 這些全球投資巨頭 還是認為大陸市 最近的這些監管舉措呢 是有必要的 而且早該做的 那管理者 7460億美元資產的 我們來看到 瑞士的百達集團的首席策略師 叫保利尼 他說呢 從長遠來看呢 投資大陸的這個 所謂的理由 還是很完整的 他認為大陸的增長的故事 還是具有吸引力的 高盛的報告則是強調 來看到大陸公司的 長期價值 以及呢大陸呢 在全球範圍內 還是具有強大的經濟啦 跟盈利的潛力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 汪文斌2號就說 大陸呢推進高水平的 對外開放的決心 是堅定不移的 對外開放的大門 只會越開越大 我們將會呢 一如既往的 對外國投資者 在中國大陸投資興建 提供更好的保障 而且呢 向各界來怎麼樣 分享中國大陸改革開發的 紅利 法新社也說 習近平主席宣布啊 大陸將會在首都北京 建立一個 新的證交所 顯然大陸要試圖 吸引國內的公司 在國內喔 而不是在海外上市 比如說補充一下 之前大家記得吧 滴滴出行 就是到了美國上市嘛 他說希望呢 這個做法是把這錢呢 留在中國大陸 另外路透社也說啊 大陸啊一直在考慮 建立一個專門的交易所 要吸引呢 海外上市的公司呢 增強大陸股票的市場的 國際地位 其中升級的就是 中小企業服務的新三版 那建立呢 北京證交所就是呢 選項之一 另外呢 首爾經濟報也說呢 這是繼上海啦 跟深圳之後呢 大陸呢 建設北京的證交所 新成立的北京證交所 是大陸第三個證交所 在中美矛盾呢 不斷加劇 還有經濟脫鉤 導致呢 資本市場不安 持續的狀況之下 北京證交所的成立 堪稱呢 就緩解了這個 局面的重要舉措 從習主席的談話來看呢 未來北京證交所 將會提供 差異化的資本服務 未來有可能會成為 新興市場啦 以及風險企業專用的證交所 另外呢 韓聯社也說 大陸啊 突然設立了 即上海啊 跟深圳之後的 第三個證交所 這是中美交鋒 大背景之下呢 出台的重大舉措 而且之前的時候 因為國家安全 還有防止 敏感數據外洩的問題 大陸主管部門 不是曾經 阻止了 比如說滴滴啊 這些互聯網企業 赴美上市嗎 如果呢 以大陸高科技企業 熱衷赴美上市的話 由於啊 現在呢 監管環境的迅速變化 現在呢 可以顯現出 加速回歸大陸 證券市場的一個新的趨勢 另外呢 大陸的商務部的研究院的原院長 WTO的研究會的副會長 叫霍建華 他有說 霍建國 他說呢 建立北京的證交所 是一個令全國跟全世界 矚目的消息 北京設立的證交所的條件 是比較好的 因為呢 在資金啊 在人才啊 這些密集度是比較高的 大陸呢 其實的市場是很大的 那建立呢 北交所是一個提供增量 未來呢 北交所的建設 會吸引更多的資金 能夠流入中國大陸 那霍建國就說 服務的貿易啊 這是全球都很矚目的熱點 也是呢 當前在國際貿易當中呢 增長幅度比較快的一個領域 所以呢 大陸在這一系列的舉措呢 就象徵著 服務業的高水平 要進行開放的突破 在國際貿易當中啊 大陸呢 貨物貿易的關稅 已經是差不多的 在關稅這一塊 已經呢 降到跟國際差不多 同樣的水平 這是關稅的部分哦 不過重點來了 在服務的貿易領域呢 大陸的開放度還是不夠的 所以呢 北京要挑戰高水平的 服務業的開放 就會帶動整個大陸的 服務貿易的開放 跟發展奠定基礎 因此 美國他們才會這麼的著急嘛 想要來搶這一塊大餅嘛 但是呢 中美這關係那麼差 所以呢 美國企業才會想要 跟拜登來施壓 其實呢 大陸的官方提出了 共同富裕這個詞啊 逐漸讓各界了解到 那到底什麼意思呢 有很多人都是誤解了 甚至還說 你是要拔這些有錢人的錢啊 拔幾層皮啊 這樣去醜化他 但是呢 真正的意涵是 表現說平均主義 並不是共同富裕的目標 而共同富裕也不是呢 要把這些高收入的人 給他拉下來 並不是這樣子 而是要把這些低收入的 這些群體的收入 趕上去 這才是重點 精準的提高民眾的收入能力 要共同富裕 就不能把財富啊 集中在大財團的身上嘛 要大家一起好 是大家一起好 因此呢 中小企業的發展就很重要了 因此呢 共同富裕呢 跟設立北京證交所 我們要一起來看 上海的國家會計學院的 金融系主任 葉曉潔老師 他就說了啊 新三板的投資門檻好高啊 導致這個融資的工具 其實是很弱的 投資效益也不佳 就制約了所謂的新三板 所以習主席才說 要進行新三板的改革嘛 怎麼說這個投資門檻很高呢 很多大陸可能很知道 但台灣人可能不知道 什麼叫投資很高 門檻很高呢 在新三板啊 在三層的市場結構裡面 門檻真的很高 比如說呢 在基礎層 投資至少要多少 200萬人民幣你才能投資 不是我們這種散戶啊 你投資10萬塊人民幣還不行啊 要200萬人民幣 然後呢 在創新層呢 要150萬人民幣 在精選層你也要 最少要100萬人民幣 所以才會說 這個門檻太高了 那這之前呢 其實每一個門檻 還是500萬的門檻 所以現在還降低了 但還是很高嘛 因此呢大陸經濟學家呢 張奧平就說 說啊設立這個北交所 是大陸特色資本市場發展的一個 重要關鍵一環 大陸特色的資本市場呢 將會更加的市場化 法治化 還有國際化的方向來進行發展 由於現在新三板的市場 進行改革 他說呢 新三板從2013年以來 就一直有一些問題 第一個就是 在資金這一塊 市場的流動呢比較差 使得這些掛牌企業 定價難 融資也難 剛剛說了 那就沒有錢可以進來 因為門檻太高了嘛 第二點呢 在那個資產端呢 掛牌企業 數量可以說是參差不齊 使得這個市場的整體的 可以說是魚龍混雜 所以使得呢 在市場投資端 還有融資端的核心功能 長期都存在一些缺失 就是呢 投資者沒有辦法實現資產 能夠配置效率跟利益極大化 還有呢大量優秀的掛牌企業 難以實現融資的發展 也拿不到錢 所以張奧平認為 這一次的進行 新三板市場的改革 建立北京證券交易所的核心目的 就是要為創新型的中小企業 剛剛說了中小企業 以及呢 共同富裕 打通直接融資的渠道 讓廣大的投資者 能夠擁有 投資參與分享型的創業型 讓呢中小企業 能夠快速的成長紅利 來看到 永新證券副總裁 叫許維鴻 他也特別強調說 新三板改革設立的北京證交所 再次表明 大陸中央對於解決 中小企業融資問題的決心 而且呢彰顯了中央政府 堅定金融服務實體的經濟 金融呢要向急需解決融資問題的 中小企業來傾斜的態度 那譬如說呢 上交所 上海交易所 深圳的聖交所 深交所 以及北交所 這三個交易所呢 其實有差異化的定位 北交所呢 就要專注於中小企業的資本服務 將真正的實現 中國資本市場的多層次的發展 大陸呢金融研究院的院長呢 管清友他也特別強調說 說啊北京的證券交易所 主要就是打造服務型的中小企業的主政地 因為北京的創新型企業非常多 而成立的北京證券交易所 會吸納哪些市場啊 還有企業上市呢 他認為第一個 首先就是創新型的企業 這肯定都是重點會支持的 因為呢北京創新型的中小企業很多 有一些企業慢慢做大之後呢 北交所也能夠容納市值比較大的企業 也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呢剛開始上市的時候 恐怕都是那些創新型的中小企業 所以呢建立北京證券所 對於中小企業啊 這新企業 中介機構來說 投資者來說 都是一個利多的消息 而對於投資者來說呢 來看到包括了建構投資者 以及個人投資者 能夠擁有更多中小企業 成長發展的紅利機會 就是譬如說我們這些散戶們 這些小老百姓們 也能夠分享到這些中小企業 他成長的紅利機會 所以才會說大家共同富裕很重要 大陸呢證券 證監會他也直言說啊 中小企業能夠辦大事喔 不要小看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非常重要 中小企業在推動了經濟增長啦 促進科技創新啦 還有增加就業等方面 都有很重要的一個指標 而且呢這個資本市場 始終都會將服務中小企業呢 創新發展作為重要的使命 中小企業其實一直都是 大陸經濟發展當中 很重要的一個主體 貢獻了大陸50%的稅收 60%以上的GDP 以及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 還有80%以上的勞動就業力 是大陸經濟基本盤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環 在大陸國際服貿交易會全球峰會中 東道主習近平強調 服貿在全球商務領域的重要性 服務貿易是國際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 和國際經貿合作的重要領域 而在演說中習近平強調 繼續支持中小企業創新發展 並設立北京證交所 消息不但成為金融界焦點 大陸證監會也在3號下午 立刻回應 北京證監交所開市後 全國估展公司 金顯城再審項目 平移至北京證監交所 金顯城經過一年的一年的實踐 已經初步具備了服務 中小企業的一種公開市場的功能 周桂華表示 北京證交所會有明確公私制的監管安排 也會建立股東會監視會 希望以現有的新三板層層遞進市場結構 作為服務創新型中小企業的主要陣地 今年1到7月 我國服務貿易保持良好增長態勢 服務進出口總額28,093.6億元人民幣 同比增長7.3% 大陸服務持續增長 再加上設立北京證交所 路透報導認為可以藉此 吸引中概念股回流 甚至是蘋果特斯拉等外資上市 提高A股全球地位 至於新三板掛牌公司 合計總市值達2兆人民幣 所屬行業主要集中在軟體資訊 專用設備製造電腦設備製造領域 而華爾街日報指出大陸透過支持 新的股票投資場所發出訊號 即使是美國市場的融資機會減少 企業家依舊可以在大陸獲得資金 而專業投資者也可以對數千家 大陸國內公司的股票進行交易 記者綜合報導 好 說到共同富裕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多次就提到共同富裕 企業能夠回報社會 還提到所謂三次分配 那大陸希望能夠提升 更多人的生活水準 也帶動了企業社會責任的風潮 我們來看到阿里巴巴集團 二號就啟動了 阿里巴巴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動 將在2025年前投入一千億的人民幣 來助力共同富裕 還有已經投入千億元的另外一個科技巨頭 也就是騰訊來看齊 進行宣布響應共同富裕的理念 大陸整頓演藝圈的力道持續加碼 光是二號一天就有四個部門還有協會 發出了規範性的文件 那中宣布有發布通知 要求嚴格內容監管 以及嚴禁選用未成年人來參加選秀類的節目 也禁止劣跡藝人轉移陣地之後來付出 而且廣電總局辦公室通知 要求全國媒體抵制違法施得的藝人等等 另外還有高價片酬飯圈就是粉絲圈的文化 還有不得播出偶像養成類 以及明星子女的真人秀的節目 中共大陸的中宣布有包括印發了關於開展文語領域的 綜合治理工作的通知 簡稱通知要求加大對於違法施得藝人的懲署 禁止劣跡的藝人轉移陣地之後付出 規定這些明星廣告的代言提高準入的門檻 要導正樹立正確的價值觀 禁止義務教育階段的未成年人 去參加這種所謂的偶像團體 還有線下的應援活動 大陸廣電總局則是有發佈 關於進一步加強文藝節目 還有人員管理的通知 有八點要求 包括堅決抵制違法施得人員